我们按照经文的顺序,今天要讲《生命记》的16章18到20节 如果你翻开你手上的周报,翻开的话,你会看到里面有这个听道笔记 大家可以一边听道一边填写这个听道笔记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 不可去望证实,不可看人的外貌 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 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好叫你从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天父啊,你是一位公义的神 所以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公义的律法 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你这位公义的救主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法律的约束 我相信有很多人开车因为超速而接受过罚单 有谁曾经从来,你开车从来没有因为超速而接受过罚单的 有没有人请举手 哇,我看到Bessany,Yin,Kaleb 哇,你们没有加招的人都没有接受过罚单啊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它的司法系统 那司法系统的健康运作是一个社会维持稳定的必要条件 但是当司法系统不能够健康运作的时候,社会就会出问题 老百姓的福祉也会受到亏损 那么如何来维护一个司法系统健康的运作呢 今天我们读的生命纪十六章十八到二十节 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些的功课 我们以前就讲过,生命纪里面的很多律法 你不能够直接按照字面的意思拿到现今这个时代来应用 但是呢,这些律法它体现的一些很久不变的普遍的原则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需要把这些普遍原则找出来应用在我们现今的时代 我们可以从十六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学习以下几个 适用于现今这个时代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司法机关需要广泛的设立在各个地方 我们看第十八节说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面 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以色列人进入加南地以后啊 他们要在各个支派居住的各个城市里面都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那这些审判官和官长就组成了旧约以色列社会的这个司法系统 他们有责任来受理以色列人提出来的法律诉讼 那根据出埃及记的十八章也看到 就为以色列社会的司法系统还包括不同层级的这个官员 有千副长 百副长 五十副长 十副长 来负责审理百姓的法律诉讼 而且啊这个以色列社会的司法工作人员是遍布在各个支派的各个城镇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很有可能会出现犯罪的事情 一旦有人犯罪了就需要有法官来主持公道 所以呢司法机关需要广泛的设立在各个地方 那这个原则在今天各个国家也都被广泛的采纳 那在美国各个州都有不同层级的法院 那在美国联邦的层面也有不同层级的法院 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人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司法机关负责来处理这个案子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对这个基层的法院的判决不满 你还可以上诉到更高一层的法院 如果你是住在Flowood或者是Brandon 你是属于哪一个county 是属于Ranking County 你们知道Ranking County的法院在哪吗 在Brandon 如果你是属于Rigiland或者是Madison或者是Canton 你是哪一个county的 如果你是属于Rigiland,Madison或Canton what county do you belong to? 就是Madison County 那你知道Madison County的法院在哪吗? Do you know where the courthouse of Madison County is? it's in Canton 还有你如果住在Jackson或者Clinton呢 你这是哪一个county? If you live in Jackson or Clinton, where is yourcount? Hinds County Hinds County的那个法院在哪? And where's the courthouse in Hinds County? 在哪? 在Jackson It's in Jackson 对 而密西西比州 我们这个州的最高法院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And where's the Mississippi Supreme Court? 就是在我们那个州政府 也就是我们以前聚会的那个 Jackson第一进行会的那个 鞋对面的那个地方 It is crossed by the state capitol in the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Jackson 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哈 这一段经文体现的这个原则 就是司法机关需要广泛的设立在各个地方 The first principle that we see from this passage is the judiciary needs to be widespread everywhere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 给我们第二个原则就是 司法人员应该遵守公义的准声 The second principle that we can see from this passage is that the judicial officers should observe the standard of justice 在第十八节的后半句说 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 Verse 18 says They shall judge the people fairly 第十二十节说 你们要追求至公至义 Verse 20 says Follow justice and justice alone 上帝设立司法系统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在人世间来维护公义 God's purpose in establishing the judicial system is uphold justice in the world 那问题是 你如何在司法系统里维护公义呢 So how do you maintain judicial justice 公义的标准是什么 So what is the standard of justice 上帝是道德的权威 是上帝决定了公义的准声 God is a moral authority and God sets the standards of justice 因为上帝自己是公义的 Because God himself is just 所以人世间的公义 必须符合上帝制定的道德原则 Therefore justice in this world to follow the moral standards set by God 那么在司法领域 如何来持守上帝规定的公义呢 But in the judicial field How do you uphold justice by God's standards 根据第十九节这一节经文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维护司法公正 需要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We can see in verse 19 that there are three requirements for maintaining justice 第一个就是 给予一个人当得的回报 First is giving a person what is due 第十九节说 不可趋忘正直 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是 不可以扭曲公义 Verse 19 says Do not pervert justice 那个正直 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是公正 或者公义正义 它基本的一个意思是 给予一个人 他应当得到的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word justice in this verse is to give a person what is due 如果有一个人犯了谋杀的罪 如果按照法律 他应该被判处死刑 那么这个罪犯 他承受死刑的惩罚 这是公义的 If a person commits the crime of murder he should be sentenced to death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then the criminal should be sentenced 那这是他当得到的一个回报 报应 This is what he deserves 如果这个法官收受了 这个杀人犯的贿赂 判处他无罪释放 或者就判他两年的监禁 那这就违背了这个公义的原则 It would be against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If the judge accepted a bribe of the murderer and sentenced him as not guilty or just sentenced him to maybe two years of prison 那相反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犯罪 被诬告到法庭上 On the contrary If a person has not committed a crime and is falsely charged in courts 那这个法官 他在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 判他有罪 那这也是趋妄政治 It will pervert justice If a person is convicted when the evidence is not convincing 或者说这个人的确他有罪 但是法官给他的判决 明显地超过了 法律规定的那个惩罚的程度 那这也是趋妄政治 If a man did not commit the crime But the judge sentenced him to more punishment than the law stipulated It is also perverted 所以给予一个人 他应当得到的回报 这是公益的要求 So giving a person what is due That is justice 再比如说一个人 为他的公司辛勤工作了一年 那么他就应该拿到这一年的工资 Another example is If a person worked hard for his company for a year then he should get his yearly salary 那如果这个老板 他欠这个员工一年的工资不给他 那这个老板就违背了公益的原则 If the boss does not pay the employee his wages then the boss violates the principles 那如果这个员工把老板告上了法庭 法官要求这个老板把工资如数偿还他 那这是公益的 If the employee sues the boss the court and the judge asks the boss to pay the employee his full wages That is just 因为公益的原则 要求一个人得到他该得到的 Because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requires everyone to get to what is due 那第二个维护司法公正的原则 就是要一视同仁 不可以偏待人 The second principle is to treat everyone equally without partiality 那第十九节说 不可看人的外貌 就说的就是这个原则 Verse 19 says Do not show partiality 我们有一句俗语啊 叫做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啊 就是这个意思 There's an idiom that says All are equal for the law 你不可以因为一个人的肤色 或者是国籍 或者是性别 或者是党派 或者是家庭的背景 或者是你的财富 权利等因素 根据这个人 这些因素来改变这个法律的标准 不可以这样 The legal standards should not be changed because of the person's skin color nationality gender political affiliation family background wealth power or any other factors 对待所有的人 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法律标准 All people should be treated with the same legal standards 不应该对待不同的人 采用不同的双重标准 There should be no double standards for different people 如果你开车超速 被警察拦下来了 警察要给你开罚单 他只会根据你的速度 还有交通法规 这个原则 来决定如何处理 If you were stopped by the police for speeding and the police issue you a ticket you can only decide how to deal with it based on your speed and the traffic laws 警察不会因为 看着你有这个 是一个黄皮肤的亚洲人 所以就给你开的罚 罚款多一点 他不可以这样做 He will not fine you more because you're an Asian with yellow skin 对待不同肤色 不同性别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警察都会采用 同样的法律的标准 来做判断 When dealing with people with different skin colors different genders and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the police must use the same legal standards to make a judgment 检察院决定 是否要起诉一个人 法官如何宣判这个人 这都需要一视同仁 the prosecutor's office decides whether to prosecute a person and how to judge a sentence judge sentences a person should be judged equally regardless of who he is 因为对待所有的人 都应该采用 同样的标准 because the same standards should be applied to all people 但是你会看到 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很多很多的国家 常常会出现 双重标准的这种现象 非常的普遍 However double standards are very common in many countries today 有两个系统 其实特别应该 维持这种 公正和独立的 这个职业操守 媒体 跟这个司法系统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两个系统 在很多的国家里面 都会失去职业的操守 the media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are supposed to be 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but some of them have lost their professional integrity in some degrees 因为这个世界 就是由堕落的罪人组成的 because the world is made of fallen sinners 所以世人总是 都会偏离公义的准生 therefore the world will stray away from the standards of justice 而上帝也知道 人性的弱点 and god knows the weakness of human nature 所以在圣经里 上帝提醒人们 不要因为你人性的弱点 就偏离了公义的准生 therefore in the bible God reminds people not to deviate from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because of the weakness 这就是第三个 维护公正司法的原则 不可以收受贿赂 this is the third principle maintaining judicial justice and no bribes shall be accepted 第十九节说 不可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叫 智慧人的眼瞎了 又能够颠倒义人的话 verse 19 says do not accept a bribe for a bribe blinds the eyes of the wise and twists the words of the righteous 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啊 叫做 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怎么样 手短 怎么翻译这个 there's a chinese idiom which literally means if you eat another person's food your tongue will become soft and if you take another person's property your hands will become weak it means to be cautious and accepting other favors 非常棒 很好的翻译啊 很难翻译这个 那一个司法工作人员 他一旦接受了 别人的贿赂的话 他就难免会为了 别人的利益来服务 once a judicial official accepts a bribe from others he will inevitably serve those who benefit him 在利益的驱使下 人们就很 很难去维持公义的原则 driven by interests inevitably violates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因为利益啊 会导致人们 作出不公正的裁决 because interest will cause him to make unjust judgments 当一个无辜的人 被冤枉定罪了 他将名誉扫地 when an innocent man is convicted he loses his reputation 如果一个无辜的人 被判刑入狱了 那么他的孩子 就会失去父亲的照顾 if an innocent man is jailed his children lose their father's care 他的妻子 也会失去丈夫的陪伴 his wife would lose her husband's company 而那个真正的罪犯 逍遥法外 继续的违非做的 伤害更多的人 but the real criminal got away with it and continue to commit crimes and hurting more people 而这一切的发生 只是因为一个 司法工作人员 因为收取贿赂 做出了一个不公正的裁决 and it's all because of a judicial officer who took a bribe and made an unfair verdict 所以贿赂不只是一个人 向另外一个人 输送利益 这么简单 so bribery is not only that one person delivering benefits to another 贿赂会导致 公正的司法原则 被破坏 进一步产生 罪恶的泛滥 和悲剧的发生 bribery will lead to the destruction of judicial justice further lead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crimes and tragedies 所以这一段经文 就提醒人们 不要收受贿赂 并且告诉我们 贿赂的危害 so here the bible reminds people not to accept bribes and tell of the dangers of bribery 维护公正的第四个原则 就是司法工作人员 需要以追求公益 作为工作的动机和目的 the fourth principle is maintaining judicial justice is that the judicial officials need to pursue justice and that is the motivation and the goal of their job 第二诗节说 你要追求 治功 治义 verse 20 says follow justice and justice alone 追求 这个词有追随 追赶 追逐的意思 the word follow in this verse also means to pursue 在我老家的村子的前面 有一条铁路 这个铁路上面 有两条铁轨 没有火车经过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小哈 跟我们村子里的小朋友 我们经常在铁轨上玩一个游戏 就是用两个脚踩着那个 踩着一个铁轨 就像走钢丝一样 沿着那个铁轨走 看谁走得远 你玩过这个游戏吗 那个时候你的眼睛 要注视着前面的那个轨道 保证你的脚能够踩在那个铁轨上 如果你的视线一旦偏离了那个铁轨 一脚踩空你就摔倒了 这里说追求 智工智义 就好像两个脚踩在那个铁轨的 那个轨道上一样 上帝制定的公义的准绳 就好像是那个铁轨 那司法人员需要追随 这个公义的准绳 每一个决定都要竭力地 去符合公义的原则 这就要求这些司法人员需要爱慕公义 渴望维护公义 他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利 他工作的目的也不是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取更多的贿赂 他做一个案件的判决的动机也不是为了报私仇 所以他在司法领域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维护公义 也就是在司法领域的工作人员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 公义具有最高的价值 远远的超过了权利财富名望 个人喜好政治倾向 所有其他的因素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维护司法公正需要四个基本的条件 那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要给予一个人什么 应该得到的贿赂 第二个原则是对待所有的人要怎么样 一事同仁 第三个原则呢不可以收什么 不可以收取贿赂 第四个原则要以维护什么为目的 以维护公义作为目标 那最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体现的最后一个原则就是 当司法人员都遵守公义原则的时候 人民就会享受祝福 第二诗节说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结果是什么呢 好叫你存活享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 对于旧约以色列来说 如果他们能够维持住这一个司法公正的话 那么以色列社会就相对的稳定而有秩序 那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有利于人民能够享受普遍恩典 同样的一个原则适用于今天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地方的司法机关 他们降低这个公义的标准 把很多应该判刑的罪犯都给无罪释放了 那你想那个地方的犯罪率一定会增加 或者一个地方的司法人员 跟这个黑帮有勾结 收取黑帮的贿赂 那那个地方也一定会罪恶蔓延 当人类都能够遵守上帝制定的公义的法则 那就如同是太阳月亮地球 都遵守上帝制定的自然法则一样 会和谐而有序的运转 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的这个司法的制度和系统 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得到祝福 但问题是以色列人能够守住这一套司法制度吗 我就想起本杰明弗兰克林说过的一句名言 她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时候 有一个女士来到弗兰克林的面前问她说 你们给我们设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呢 弗兰克林就回答说 是一个共和制度 如果你们可以守住他的话 如果你们可以守住他的话 最后这句话很重要 如果你们可以守住他的话 但如何才能守住这样的制度呢 其实弗兰克林还有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被很多人忽略了 弗兰克林还强调说 这样的一个共和制度 如果得以存留的话 必须要以人民的美德作为前提 当人民普遍地失去了美德 那么国父们设计的这个共和制度 也就无法的健康的运作 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旧约以色列的历史 上帝为以色列人设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呢 是一个可以维护公义的司法制度 如果他们可以守住他的话 但是以色列人要想守住这样的一个好的 很有智慧的一个司法的体系 需要以色列人有公义的美德 但问题是有罪的人 怎么可能有公义的美德呢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 很快就进入了黑暗堕落的适时时代 然后在先知书里面 我们就知道分裂之后的犹大国和以色列国 看起来好像整个司法系统都失灵了 整个以色列人社会里面充满了不公不义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制度 原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的心里面 人心里面的罪才是不公不义的根源 再有智慧的制度 掌握在一群罪人的手里面 罪人也可以滥用它 所以基督徒的盼望 从来不是期待用一套的社会制度 来实现一个人间天堂 当然我们也可以比较不同的制度 社会制度 司法制度 不同的体系之间会有一些优势和劣势 可能有一些的制度比较有智慧 有一些制度可能漏洞就比较多一点 有一些的制度可能偏离圣经偏离的特别远 还有一些的制度可能跟圣经的真理吻合的比较多一些 这个世界里没有完美的制度 但是呢不同的制度的确是有优劣之分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 你很多时候只能选择一个最不坏的制度 或者选择一个相对更接近圣经原则的制度 但是制度本身不能消除人心里面的罪 当人心里面的罪恶在膨胀起来的时候 人可以用最好的制度来实现最邪恶的目的 所以人们真正需要的是让耶稣来改变人的心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 能够战胜人心里面的罪 所以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犯罪 但是耶稣却被当作一个罪犯接受了审判 当时犹太人是臣服在罗马的统治之下 按照当时的罗马的司法制度 犹太人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判处一个人死刑 当时的犹太人也没有想要去颠覆罗马的这个法律制度 他们就在罗马的这个司法制度的框架里面来运作做事情 所以他们按照罗马的司法制度的要求 就把耶稣送给了比拉多 他们要求比拉多这个罗马的官员 运用罗马的司法制度来判处耶稣死刑 他们诉诸于罗马的法律 但不是为了追求公义 而是为了满足一个不公义的目的 那就是要杀死耶稣这是他们的目的 那比拉多也在犹太人很强烈的民意的要求下 做出了一个不公正的裁决 判处耶稣钉十字架的死刑 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罗马的法律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法律思想和体制 直到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法律 仍然深深地受到罗马法律的影响 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律 却可以成为罪人作恶犯罪的工具 因为法律不能够战胜人的罪 而有罪的人却可以错误地使用法律 但上帝的智慧就体现在这里了 就是上帝要使用这个世界上 最不公正的一个司法审判 却成就了救赎的计划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父神在耶稣的身上也实行了审判 因为耶稣是背负我们的罪 代替我们承受了父神的审判 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 当我们谈到世上的司法制度的时候 人们总是会想起人世间的法庭 可是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法庭 是上帝的法庭 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 人世间的法庭会出现不公不义 但是上帝的法庭里 上帝总是会做出绝对公义的裁决 每一个有罪的人本来都应该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来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 而审判的结果是我们本来都应该被定罪 承受地狱的刑法 但是神爱世人 他拆派耶稣到世上来代替我们 承受了父神的审判 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 其实是两个法庭交织在了一起 一个是地上的法庭 是比拉多主持的法庭 是一个不公义的法庭 而另外一个是天上的法庭 是父神主持的法庭 是一个公义的法庭 耶稣代替你和我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父神的审判 祂代替我们承受了律法的咒诅和刑法 祂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 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赎罪的工作 我们就可以得到父神的赦免 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再是法官和罪犯的关系 而变成了天父跟孩子的关系 而且主耶稣不仅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祂还从死里复活 将来祂还会再来 而且父神也将末日审判的权柄 交给了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祂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完全公义的国度 而且在那一天 耶稣也要对拒绝救赎的罪人 实行公义的审判 祂要为义人试冤 也要刑罚作恶的 主说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在末日的时候 将会有一次绝对公义的审判 然后进入永恒 在永恒里面 将不再需要有司法系统了 因为公义的要求已经完全满足了 而且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 也不会再有犯罪了 但是那一天还没有来到 耶稣还没有实行末日的审判 因为祂还在给世人 悔改得救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珍惜机会 竭力地去传扬 耶稣基督拯救人的福音 但同时我们仍然生活在 这个有罪恶存在的世界里 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段的经文 就带给我们以下几个应用的原则 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 作为地上的公民 特别是你作为美国的公民 你有权利和责任 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去维护司法系统的公正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 在各支派各城市里设立审判官 那么在今天的美国 司法人员是由谁设立的呢 很多基层的检察官 法官 不是所有的 但是很多是通过公民选举产生的 很多基层的检察官 法官 还有一些的司法工作人员 特别是司法官员 他是由另外的一个官员认命的 但是那个官员通常也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 所以在美国司法系统是否公正 不只是由警察 法院 检察院来决定 是由所有全体的公民 要共同来维护的 所以作为基督徒 当你在借着投票 选举 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圣经启示的公义的原则 去衡量候选人的政策 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 上帝让我们来治理这地 所以参与公共事务就是治理这地的工作 而且公正的司法系统 也会给你自己还有给你的邻舍带来祝福 如果你真的热爱上帝的公义 爱你的邻舍 那么你应该尽到责任去维护公正的司法系统 但是在这里要补充一点 就是公义或者叫justice这个词 在今天美国的世俗文化的里面 这个含义已经跟圣经里面的justice 公义的这个意思已经有所不同了 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常常听到人们高喊着social justice 社会公义的这个口号 这个时候你要搞清楚说 他们说的这个justice究竟是什么意思 就像今天有很多人在大街上游行的时候 举着那个love love is love 当他们说爱的时候 他们说的爱跟圣经里的爱 其实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justice公义这个概念 也在世俗文化的里面已经被篡改了 基督徒应该在社会领域行公义 这是应该的 但是这不等同于世俗文化里所说的 那个social justice 那个社会公义 我这里面有两本书话就谈到这个问题 一个是社会公义运动如何绑架了福音 就是讲这个问题 还有一本书就是为什么 社会公义不是圣经所说的公义 所以基督徒在按照圣经的原则 在社会领域去行公义的时候 也不要被世俗文化里面的 社会公义的运动所迷惑 这是一个补充 第二点 我们看到第二个应用的原则 就是作为天国的公民 我们需要努力的传扬福音 因为公正的司法制度 需要人有美德才能够得以维护 但是耶稣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可以产生美德 不过请不要误会 福音的目的不是去维护这个世界上的司法制度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开启一个崭新的国度 就是耶稣所宣告的天国 但是当很多人的生命被耶稣改变了 当这些人借着信仰的力量 在司法领域里面工作来维护公正 那么这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对这个世界带来的一个副产品 但是这不是福音的主要目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会拒绝福音 所以我们的盼望也不是在地上 去建立一个完美的司法制度的国家 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后 要实现的那个完美的上帝的国度 我们传扬福音就是要把人带入那个完美的国度 这就是第三最后一个原则 就是要把我们的盼望 要放在那将来完美的国度里 这个世界上会有不公正的司法判决 在哪个国家都会有 我们会看到腐败的司法体系 你可能会觉得失望 但是你不需要绝望 因为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世界 一个堕落的世界 必然会有这种现象 但是这个不公义的世界是短暂的 上帝公义的国度是永存的 那个国度才是我们的家乡 所以如果你对世界上的司法系统感到失望的话 你要记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会拨乱反证 实行公义的审判 建立一个完全公义的国度 那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一起祷告 公义的天父 你的公义令我令人占尽 因为按照你公义的性情 我们本来都配受刑法 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代替我们 承受了公义的审判 主耶稣我们盼望你的再来 我们渴望你再来的时候 彰显出你完美的公义 我们也祈求你 在实行审判之前 能够多拯救一些人 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义的现象 感到失望的话 我请你把心思一念转向耶稣基督 来盼望基督应许的 那一个完美的公义的国度 因为那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如果你觉得享受这个世界上平安的环境 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公不义的话 也请你把心思一念转向公义的上帝 来感谢我们的上帝 因为正是上帝在人心里面 剥洒的公义的意识 以及他在圣经中启示的公义的律法 祝福了这个世界 所以天父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凭着你的公义 护理着这一个堕落的世界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虽然有罪恶 却还没有变成人间地狱那么的糟糕 那么的可怕 但如我们也祈求你激励我们 尽到我们的本分 做你忠心的管家 去在这个世界里维护公义 也愿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 可以临到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心里面热爱公义 也赐我们智慧行走在公义的道路上 奉处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